多謝各位記者朋友深夜來到這個特別的記者會 我們有一個大喜的訊息要公佈 拿薩納人耶穌已經被公安廳緝報 原因是,拿薩納人耶穌妖言惑眾,聚眾之時 前天在這個聖殿裏面大為搗亂 破壞社會和敬拜的正常運作 近日亦有報導指,他令一名男子叫拉薩路的死而復活 引來更多民眾相信他就是那個要來的尼塞亞 我們當然相信尼塞亞會降臨,但這個絕對不會是耶穌 既然有人自稱為神的兒子,這樣我們一定要將他緝拿歸案 公安廳和祭司長已經經過廣泛的諮詢 都一致認為這個耶穌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 有可能會因而得罪到羅馬政府,令到更多的生靈塗炭 這次能夠成功緝報歸案 我要多謝一眾公安廳的同志們 同一時間我要多謝祭司長和民事各界的合作 更重要的,我們當然要Hallelujah,感謝我們的恩主耶穌華神 對我們的保守和祝福 大約在昨天的時候,我們收到可靠的善報 知道耶穌會去到一個叫做赫西馬尼園的地方那裏 和他會眾有一些神秘的聚會 大家都要知道耶穌是一個非常之狡猾的人物 所以我們一定要採取搜集到足夠的證據 才不會打草驚蛇 過去我們一直派遣秘密的人或公開的人物 去到耶穌的廣道和聚會當中 收集更多的證據 問祂的問題 搜集更多的童腳 同一時間和祂的親信來交流 感謝神,祂有其中一個親信願意和我們合作 將祂交出來 祂希暗投明的方式 是值得每一個喇撒勒人耶穌的同黨所學習 以及善慕追求的 我們稱這個行動為吞拿行動 吞滅拿撒勒人耶穌的行動 過程當中我們調動了 全個羅馬政府賦予我們祭司的公安廳所有的武警同志 在凌晨時分雷霆數月 務求打他們一個操守不及 最後完全大功告成 順利成功 多謝各位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你好,我是耶路撒冷郵報記者 Bili Bala 我想問一問 七步過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又或者是怎樣 為何可以導致這麼順利呢? 月黑風高 其實在七步過程當中 亦都會有帶來一定的危險程度和困難的 我們事先就已經叫了 耶穌的那位親信用親嘴Kiss來幫我們辨認究竟誰是耶穌 同時間我們做好部署 帶了足夠的人馬 以至到將整個赫西馬力園包圍 過程當中我們亦都遇到輕微的反抗 我們其中有一位武警朋友被斬傷了一隻耳朵 但他現在已經傳遇了 我是以色列晚報的記者 據聞那個傳遇的武警 是因為耶穌醫好了他的 那是不是有這件事呢? 其實耶穌只不過是用妖術 來在他的耳朵裡搞了一些東西 最後我們都是被祭司驗證 然後才證明到他的耳朵是傳遇的 還有聽說你們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的時候 就嚇到全班人踏低了 是不是有這件感收加的事情呢? 實情不是真的這樣的 當時的情況是非常之混亂 警方務求要測佈到真空歸案 於是就到處去測佈的人 當中那些門徒當中 尋找一下耶穌究竟躲藏在哪裏 小不猜到 他去到這個赫西馬尼園門口的時候 就已經有個人 迎面凍了在我們面前 說他就是那撒勒人耶穌 我們只不過是前面有幾鬼武警同志 走得較前被他突如其來的這樣來到他承認 嚇了一下 所以不小心插錯腳 退了幾步 令到所有人跌低而已 跟著我們當然沒有那麼順滩 不覺得這個人會就是耶穌 於是我們就繼續盤問和搜查每一個人 這個人繼續問我們 你們找誰 我們在找的當然是拿撒勒人耶穌 為求驗證的結果 我們才會叫這個猶大 說錯話我不應該公佈善人的名字 總之我們就叫這個猶大 來去驗證一下 證實了原來這個人真是耶穌 於是就順利把他緝捕貴案 至於其他人我們見他初犯 於是全部一律釋放 我們祭司長一向都是 滿有、寬容、慈悲、憐憫 假如所有信從耶穌的人 他們是不知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原諒他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作什麼 現在公安廳已經將耶穌交了去 大祭司該雅法的樂府阿娜 那裏受審 之後會提交給拉多 能夠得到這個 釘他十字架的合法的批文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投票 請各位記者朋友 快點快點 去發佈所有的消息 給一班建制 神關愛 和愛以色力的所有弟兄姊妹 叫他們每個人來投票 把耶穌釘死十字架 事情非常緊急 是刻不容緩的 假如如果消息漏了出去 耶穌的粉絲來撐場 及時佔領法院 可能會扭轉了所有的結局 到時大家都追究起上來 可能都擔當不起這個失誤 願意臣祝福我們大家 記者會就在這裏結束 多謝大家